看一下GW对阵GG的第2局上半场 这把邦邦 这个邦邦掏出来说实话有点难打 他掏个破轮我觉得蛮香的 又不怕拉点 滚到带个金身或带个闪现都可以 滚到了就击倒了 怎么说呢 这个邦邦 我个人感觉很有可能被求生者给打崩 因为GW的求生者其实在操作成品上面来讲很顶的 迪斯老师这个点特别是迪斯老师这个点 这首慈安家说不定会给邦邦上一课 你抓慈安家你抓我 我陈莫尼跳跳板 能打的东西很多啊 先利用高低差这个强势点先绕你一圈 然后跳板转点再灯光起 这慈安家抓不了他这把马哥板子拍掉放灯 这里拦不住这慈安家 再补一个的马哥卡一手那个灯照的时间破板子 但你终究是会被照的距离的话 这波拉开 然后待会那边前面就一个跳板了 前期第一波拉点 我觉得慈安家已经拉的蛮好了 没有去往那个我们常见的那个跳板点走啊 这边的话灯光起 这时候就看邦邦的熟练度了 因为邦邦炸弹的一个射程范围 其实是要高于 换道具 加跳板 什么东西啊 这个翻的护臂是哪来的呀 这换道具加跳板 有什么鬼啊 我这一波我是没看到球者这边帮忙换了个护臂过来 这一波袖炸了 把直接感觉这这咱家是不是跟开挂了一样 突然之间消失在了邦邦的视野范围之中 那这边的话跳板踹掉 英灵这边只要不要被快速的两炸一刀抬走就可以了 拖一拖时间的话 这个局其实穷者斯林开门战的面还挺大的 前锋这边来掩护了 查师傅 坐 好的那这样的话 这边玩具商转一波点 反手追前锋 反手军前锋闷薄命 这个前锋牵制是这一局成败的关键 穷者前期的牵制已经打起来了 直接拉一波大球 拉一波大球躲 炸弹没能成 没能成的话 前锋手里面的球不足以让他再转一个点了 就看这个点位躲炸弹怎么说了 他得是躲掉炸弹吃一刀 哎我去 那马哥这把保平了 平有了 这局的话穷者因为外围没有博命 需要这波前锋 去把这个牵制拉到一个什么呢 拉到一个卡死救能打出四人开门战的面的 这前锋不要救了 这前锋不要救了 来救就是送 应该是选择放弃这个前锋 然后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马哥 这邦邦 有一说一 虽然说前期是被穷惹 花式秀 但是后面 抓到一波机会 直接翻盘 这里一炸 第四老师飞轮 好 遥控雷 应该要回头了吧 这 刚才他看到密码机了吗 砸了个头 这边古董上去救人了 马哥这边传送回去 一棍 不 这里的话 马哥这波传送回去 其实蛮可以的 这边如果说防守都要能打到东西的话 打不到 古董商这边 保命 拿命保 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古董商 这边没东西 没东西 前锋 这边 拉球 躲炸弹 马哥这把甚至还想赢 遥控雷 没报到 落地 这边的话手里炸弹 不够 但身位上面够 够了 一刀能打 这边新城的古董商还是给力 这波将人救下来 并且是两个人顺利出了地压室 前锋挂飞 外面的密码机 其实差的不多了 其实差的不多了 球人这边的话 击倒这个古董商 外面是 可以做到一波压机救人 因为马哥线手里面没有传送 对吧 你边击倒古董商 那边状态不好 然后起机子 机子应该是够的 古董商现在应该是撑不住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撑不住了 诶 四秒止歌 躲炸弹 躲不掉了 玩具商来就一波 马哥25秒的传送 这里 这个机子不敢修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传送CD到底差多少 那马哥这波应该是放弃 这个古董商去抓着 自然家的 这个古董商守不了 守的是白搭 守的也是白搭 那球人那边 玩具商救下这古董商 应该是把这古董商 状态补满的 迪斯老师撑不撑得住啊 因为这个马哥现在是二阶雷 这范围远 哎呦我去 你看看这 这两连雷直接抬了 那边的话不会过半吧 哎过半了 马哥这边传了 不是吧 这帮帮也赢了 这过半了 遥控雷躲掉 范老师 又要救人 又要休息 卧槽 马哥感觉要四杀了 这机子86% 兄弟们注意啊 迎领这波 不要救这个慈安家 准备跳地窖 还有生命 还有生还的可能性 你但凡救了这个慈安家 就有可能是个四抓 因为你救了这个慈安家 其实也不可能出现平局 我觉得还不如不救 马哥回头手密码机 是个四抓 当时如果不救 我觉得可以尝试跑一个地窖 这波雷没能炸到 没能炸到的话 回头追慈安家 慈安家这边的机子能不能点亮 差了不多 这边灯光照 马哥躲 拖传送 我感觉不救可能会好一点 现在的话 他们想抢起 在马哥面前 你们还想抢起密码机 这边 还真 哎呦 又是99 今天又出现了一波99的密码机 当时就应该是壮士断腕 断臂求生 这个自然家不救 地窖 离得不远 可能还有一点说法 救了 救了 他们就算打出一个两人开门战 他也其实平不了的 最多也就跑一个 这局居然打了个四 他也会发生了一波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